各位同学,恭喜大家即将展翅高飞,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。 通常在这个时候,很多贵宾都会讲一些一帆风顺等等的话,但是我不同。 我希望大家能够经历许多挫折,能够遇到很多的困难, 让你们能够早一点长大、成熟,懂得承担更多责任,成为社会有用的人。 上帝最公平的就是祂给每一个人,每天都是一样24个小时。 但是祂也给你自由的意志,让你可以自己去做选择, 决定你要每天怎么使用这24小时。 当然,你的决定会带给你不一样的人生的结局。 千万不要把宝贵的青春浪费在没有长远目标的事情上面。 多学习,多思考,多问自己,我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才。 世界上有两种人,一种是制造问题的人,一种是解决问题的人。 当第二种人越多的时候,社会就会越进步,我们就可以越幸福。 请记得你有不翘课的自由,不作弊的自由,不抱怨,不当酸民的自由。 你当然也有拒绝诱惑的自由,跟关掉手机、网路的自由。 请原谅我这么唠叨,因为我很爱你们。 我很在乎你们有一个成功的未来。 愿上帝赐给你们良师益友,聪明智慧。 能够从每一个困难挫折当中学习到功课。 保守你们健康平安。 God bless you.